你敢信吗 狂飙竟然真的要拍成电影了 日前独播平台总裁接受采访 称狂飙或将推出电影版 至于片名最终是否叫狂飙 还要再去斟酌 这对于剧粉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棒的消息 不少粉丝也借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的说只要把张艺和张宋文叫来 至于名字不名字的 你想叫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敢拍电影版 我就敢真的住进电影院 有的说我要求不高 原班人法就行 千万不要请流量人情 就算是全新剧情我也能接受 不过徐忠泉家统就算了 有的提议电影版让理想不过 想看梦玉和安心白头偕老 还要顺便制裁一下黄妖 还有的更直截了当 说把剧版剪掉的内容 搬上大屏幕就行了 不用再费事费力了 就是想体验一下 用MX看狂标识傻胆 尽管有很多粉丝表示 期待莫不复 但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提出的质语 一般电影版都不如电视 还是不要了吧 电视剧里那么多安静 放进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影 能把故事讲好吗 而且剧组天天拉彩张 导演一边手滑顶在 一边对张艺的贡献绝口不提 人家还能愿意再来拍吗 除非换掉导演换掉团队 或许还有那么一丁点可怕 这样看来很多粉丝希望的原版认法 是不可能实现了 如果真的有电影版旁标 你觉得谁来演高企强安心最合适呢 李一同也是没想法 自己好不容易上个热搜 结果却被网友骂他了 最近李一同参加综艺节目 谈起了拍摄电视剧旁标时的经历 脑袋自尽进了数圈 但很遗憾没有和张颂文的对手戏 谁知就是这一句话 让李一同好不容易积攒一点好恐怖 瞬间翻了车 不少网友看完热搜 纷纷嘲讽他不自知 即便有对手戏也压根接不住 还有人嘲讽他往自己脸上贴紧 戏不好人不哄也就算了 蹭流量倒是有一手 其实仔细翻开视频 李一同并没有说什么 甚至没有单独对张颂文 就是单纯的期待和优秀演员演戏罢 全程把自己放在了很低的位置 因为这部戏里大看运气 无论是张颖 张颂文 还是张志坚 李大红 都是自己非常希望合作和学习的老师 而且李一同是官方认证的李一同 自己演过的电视剧 怎么就不能提了呢 怎么一提就变成蹭流量了呢 小编真的不懂了 这段发言的吐槽点究竟在哪 还是网友对他有预计 就是单纯不喜欢这个演员 实话是说 李一同不是娱乐圈一等一的大妹 但也十分耐看 演技虽然算不上乍链 但和那些流量女情相互不知强了多少 一个小姑娘不走后会不怕关系 辛辛苦苦你在娱乐圈打拼 究竟为什么要承受如此多的乐意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